四五乡是雲林館最大的蒜頭三地 而且吃的蒜頭香味和口感都很特別 在地一位青年農民林宏地為北部 環境淨產 用到自己的鑽壓創立品牌行銷海口蒜頭 為了方創造成相機 也營出在到第七階百大青農 日前第七階百大青農已經公佈了 雲林館就有十五位青農在到這份工人 當中來煮四五乡的青農林館地 在結婚後後就回來四五乡打拼 他也利用自己行銷的專頁來搭造品牌 他也表示自己也是為賣好淨產一步一步向農民來剋賞 也希望藉著自己的專頁可以為四五乡帶來新的相機 跟這些長輩聊天才了解到說 蒜頭在都市是很好的價格 但是在產地的價格都不好 所以有一次在泡茶聊天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阿伯 然後我說 實際上我學企業管理的 應該可以 就是說幫農民 拿品牌啊 把我們這邊這麼好的蒜頭給行銷出去 在蒜頭這個產業裡面 要開始學習這樣子 林館地也拿到小鄉蒜頭特別的地方 蒜頭隨著天氣的變化來行動 也不會用出很特別的口感到香味 用來製作料理和食品是相當的好吃 蒜頭的伸展期間就是我們 東北季風非常強勁的 東北季風搶到它就像小型颱風一樣 所以在海風的吹拂下面 那蒜頭它算是在這裡伸展環境惡劣 植物在惡劣的環境下 它為了求生存 它就會把營養都給下一代 那給下一代 蒜頭就是大蒜 所以這邊海邊的蒜頭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特別香 特別辣 特別的堅 堅硬 有了要讓四郎鄉的蒜頭拼擺可以行銷出去 連方地馬和四郎鄉的農民創立合作社 接著讓四郎鄉的蒜頭 可以有更多圓的產品以外 也讓更多人可以吃到海口蒜頭的香味 我回來之後呢 就是成立跟當地的農民 青農一起成立了台灣海口農糧生產合作社 那簡稱海口合作社 那就是在從事 有關於蒜頭這個產業的事情 除此之外 我們還成立了海味蒜的這個品牌 讓大家能夠吃到海邊這邊的蒜頭 任方地馬標示 歡迎大家來到四郎鄉實在在地在情的海味蒜頭 若是對政產協助是品牌行銷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來找他討論交流 記得大家先采訪報導